马来西亚北海慈祭洗身中心的同仁护士及僧友 大约12人一起走入社区 拜访周边的商店和住家 北海慈祭洗身中心在2012年10月 开始扩充整修 在这五个月期间 悄悄打打的工程难免发出吵杂声 但附近居民发挥了邻里散解包容的精神 行善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深有向邻居解释几个行善的方法 包括做环保分类 捐款或身体力行当志工 每个人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可以成为日行一善的菩萨 我们都知道洗身中心其实都在扩建中和建设中 那也趁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这个讯息 那也可以目他们一起来行善一起来护士 北海慈祭洗身中心预计今年六月完工 扩建后的二楼和三楼是守护生有生命的洗身室 一楼则是宽畅舒适的禁食书宣 是邻居增长惠命 修养身心的社区客厅 在新闻李清伦装达虚马来西亚北海采访报导